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Python入门的第三课 上次提到Python有四大container 包括List、Tubles、Dictionary和Set 由于List和Tubles非常相似 Tubles只是一个不能变的List 所以上次提到List和Tubles 今课我们会谈论Dictionary和Set Set也很像Dictionary 只不过Dictionary是每个Item有KeyValue的配合 而Set只有Key 所以它们是极之相似 它连Symbol也是用Factual的样子 它们也不能够duplicate 也没有order 今课我们主力谈论Dictionary和Set 上课我们已经谈过有关Python的四大container 包括List、Tubles、Dictionary和Set 上课主要集中提到List和Tubles 首先复杂一下这四个container 究竟最简单是如何设定 如果我们要设定List 我们可以用这个功能 又或者用Factual 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做到一个空的List 一个EmptyList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元素在内 可以直接在这里写 多少个都可以 没有问题 还有哪个DataType是没有限制的 List可以做到很多的Operation 例如你可以Append、Delete、Insert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功能 List是可以变成的 每一个Element 可以随时换一个 只需要加一个Index 例如Data 0 等于2 我们可以把它转成 2 这个是Serial Base的Index Tub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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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List 有点分别 但它非常类似List 因为Tubules 你可以当Tubules 是一个不可变的List 有很多额外的限制 但它大体上与List 其实是差不多 我们设定Tubules 可以用Tubules 可以用空的Tubules 可以用空的Tubules 如果要DefineElement 可以这样做 跟List是一样 但你要留意 如果它只有一个Element 你一定要有Cummer 不然它就不当你是Tubules 它会当你是一个Int 所以一个一定要有Cummer 如果你要有一个Element 你的括号也只不过是选择 你可以不打 这样我也可以认出Tubules 这样也会认出Tubules 这样也会认出Tubules 只要有Cummer 你就可以认出Tubules 当然 好看点 其实就是这样 大部分 可能你在上网搜寻 或者看书 都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做 Tubules 很多的Operation都不能用 例如你认出 你不能认出 你不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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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是不可变 所以比List 比List更简单 你会用List 一定会用Tubules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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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的地方 每一个Item都是一个Key和Value的配合 Key和Value是用Move好去分开 如果我们选择Home Dictionary 可以用Dictionary这个功能 又或者用FarCode好的形式 也是一个Home Dictionary Home Dictionary是没什么用的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加一些Key和Value的配合 当然因为它是container 所以选择Multiple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Dictionary 这里是一个Element 这里又是另一个Element Key是1 Key2是2 Key不能选择 如果你重复了 如果重复了 它不会理你中间的 只会永远都会理你最后的 例如这里 这里有Key 又是Key2 我这里画了是3 它不会理你2 最好是不要自己写 最好是这样做 这个Value是没有限制的 你随便可以乱打 其他DLT也没问题 稍后会详细再讲 看看 这个空白的集合 你只能用Z 用Z的功能去做 你不可以像Dictionary 因为Z是很像Dictionary 只不过是Dictionary 只是保留Key的部分,但没有Value 所有Set内的东西都不可以duplicate,也不可以有order 你可能以为可以这样做一个Set 因为这个已经被Dictionary取得了 其实你不可以这样 你只可以用这个Set来代表 但是 如果你知道element有多少 我可以这样写,也是一个Set 你会看到它是极似Dictionary 但你会看到它是没有好 有没有好的就是Key 现在我们集中谈论Dictionary的用法 我们如何判断Dictionary 我们可以用Dick的功能 叫Dick的功能 就可以做到Empty的Dictionary 空的Dictionary 空的字典 也可以用法括号的方式 空的法括号就可以做到空的Dictionary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里面有什么element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可以直接写 就可以开始表现一些 的Items 就像这里 这里是一个Item 这里是第二个Item 每个Item要用 Key1就是指数1 Key2就是指数2 Dictionary Dictionary的要求是 里面是没有order的 以及Key是不能复制的 如果真的写了Dick的Key 怎么办呢 其实它一样会给你过的 但是它永远只是用了后面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走一走看它的result 看到Key1 只是指数2 只是指数2 就是指数2 上边的直接不理 下边的直接会给上边的 这个就千万不要做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 虽然它被你过的 但是绝对是不能复制的 这个例子 我现在这里有两个Item 第一个是String 只是Integer 第二个是Integer 只是Integer 你可以看到 Key的Type 在一个Dictionary里 Key的Type 是 可以混合 可以混合 在一起 不同的Type都可以用 不一定是 全部String 或者全部都是Integer 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的Key是要Immudable的 我们可以走一走看结果 我们得出的结果 也是OK的 没问题 照给你走 所以Key的Type 是可以混合的 不单是Key的Type 可以混合 Key的Type Key的Type Pack的Value 也可以 不同的 比如Key的Type 是指向Value Key的Type Key的Type 是指向Value Key的Type Key的Type 是指向Value Key的Type 是指向Value的Type 就是Value的Type 可以走到 走到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 其实 很简单 记得 我们刚才有一个要求 Key 一定要是Immudable 不可以改变 我们也记得 我之前说过原祖 说过Tubles Tubles是不可以改变的 我们可以用Tubles来做Key 我们来看看 这三个当中 首先 这里有三个Items 第一个Items 第二个Items 第三个Items 每一个Item的Key是什么 Key 没有之前的Key 这个Key Key是Tubles 这个 这个 也是Key Key是Tubles 这个也是Key 所以这三个Key 也是Tubles 而 最后 这个Items 的Key 还是空的Tubles 是空的元祖 我们看看能不能走到 它比较高 代表着 Tubles 也可以做一个Key Tubles Tubles也可以做一个Key 因为Tubles是Immutable的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用了List来做Key List来做Key 是不可以的 我们可以走走走 你就知道 有一个Type A List可以 可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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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可以做Key 同样道理 如果我们用一个 Dictionary来做Key 可以吗 是不行的 因为Dictionary也是可以变的 也不可以做Key 虽然这个Dictionary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变成Dictionary 但你要留意 Key一定要是Immutable 即是Tubles可以做Key List和Dictionary都不可以做Key Dictionary Dictionary Conversion 不同DataType 都可以变成Dictionary 我们可以用Dict的功能 Dict的功能变成Dictionary 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它本身是一个List 你看到方括号 里面一定要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有两个 一定要有两样东西才可以 成功变成Dictionary 因为Dictionary每一个Item 是一个Key和Value的Pair 所以这里 Dictionary每一个Item有两个 Character 它便可以成功变成Dictionary 我们看一个result 看到1指向2,3指向4 1指向2 3指向4 第二个例子 如果里面是List 不是character List of a list 由于这里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这里也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所以它也可以成功传入Dictionary 同样道理 如果里面是Tubules 外面是List 外面是List 内面是Tubules 内面也是Tubules 只要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只要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就可以变成Dictionary 所以 它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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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有的 例子都是用Dict的功能 把Key和Value的Pair 插入Dict的功能 就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就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如果把Key和Value的Pair 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List是用Index 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Dictionary不同 用Key和Value的Pair 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可以找到Key和Value的Pair 我们再说一下 如何更新 同样的方法 亦可以更新 当我们 把Key和Value的Pair 把Key和Value的Pair 写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Key和Value的Pair 可以把Key和Value的Pair 这里可以改了Key和Value的Pair 第二个例子 我们不单可以改为Value 还可以改为DataType DataType Key1 现在不是1 也不是999 我们要转成一个Tubules 可以走一走 Key1 现在是指向Tubules 所以 转DataType 这是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早前提到的 List是用index 来做 来做 Locate的Element 所以 如果你不小心 写了index 如果你不小心 当它是index 它又不会被你错 因为它会把0 是一个Key 当你把0是一个Key 你会发觉 会建立了一个新的Entry 0是指向1234 很可能不是你所想要的东西 但是它是 但是它是 会给你过的 因为它是完全对的 但是你可能 本身的意图 不是这样的 你要搞清楚 不要混乱 要搞清楚 不要混乱 Dictionary是没有order List是有order Dictionary没有order 所以不可以用index 如果你用了index 它会当你是一个Key 所以 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初学者 Merge to Dictionary 如何把两个Dictionary合併 例如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有两个Dictionary 第一个是Data1 Key1 1 2 2 2 然后 另一个Dictionary Key3 3 4 4 如果我把这两个Dictionary合併 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Dictionary 内的update 功能 你首先要知道哪个是主要的 Data1 我假设我把Data1合併Data2 那 我就在Data1 叫update 然后passData2 这个 行完之后 Data1 就会update 变成了 有一个 Merge KeyValuePair 的Dictionary 我们下一步 你会看到 Data1 改变了 你看 Key1 就等于 指向1 Key2 就指向2 Key3 指向3 Key4 指向4 但是Data2 没有变化 Data2 看 Data2 没有变化 Data2 同样是Key3 指向3 Key4 指向4 Data2 没有变化 但是如果你要Data2 updateData1 就刚好变化 Key1 指向1 Key2 指向2 Data1 没有变化 反而合拼了之后 在Data2 会反映出来 所以主要是 Data2 不想update的 就是pars 我先还原 这个 这个例子也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些例子 两个Dictionary的Key 有相同的 那怎么办呢 譬如 Data2的Key1 是4 那这里的Key就撞了 究竟我们用这个Value 还是这个Value 我们会看看 现在是Data1 updateData2 所以Data1 是会转的 我们写data1 可以看到 Key1 是用了 Data2的Key1 Key2和Key3 就是 没变化 所以 你要update 那些Value 永远是 那些Value 永远是跟着 你pars进来的新的Value 你当是一个更新 你当是一个更新 如果你想当是一个更新 就会比较容易理解 我 Data1 这个字典 可能 现在有些新的Def 我需要更新 请 请给一些 最新的Value 给我 如果你这样理解 就会比较容易 理解 所以这个是 update Data2 其实它是 merge 两个Dictionary 而已 remove an element 当我们想 移除一个element 你会记得 List移除一个element 的时候 同样是用DL Keyword 可能是List 然后用 012 Cubase的index index 数字 选择某些items 在Dictionary 由于它没有order 所以你只能用key 去locate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要看看 我们有key1、key2 分别指向1和2 如果我删除了key1 我们就会得到key2 如果我删除了key2 我们就去key1 如果key没有 keyx没有key 那就会有key error 所以 如果你删除了一次 成功了 如果你再删除一次 就会有key error 你要留意这件事 如果我要删除所有的element 就会有key error 它也有设定的key error 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删除新的 空的dictionary 给它 比如我们看看第一个方法 用key error 很简单 你删除那个 data 就是空的dictionary 既然它也是给你空的dictionary 你自己做一样 自己做一样 自己做一样 这个就是key 这个就是key的element 当我删除的时候 我会用data的keyword 用key来 来搜索的items 就可以删除这个element 在keyer的时候 可以用keyer 又或者直接 放空的dictionary 我们可以查一下key 究竟是否在dictionary 里面 我们可以用in这个keyword 来搜索 先写个key 然后 这个 dictionary 它就会回到一个boleague 的value 究竟是true 或false 是否 是否在这个dictionary 你会 我们先走一走 它true的就是有 如果是key3 可能key3 就没有了 那 这个 为什么要用这个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data 是要用一个key 去复权它的value 但是 当 key是没有的时候 又或者key 已经删除了 如果你是没有key的item 如果是没有key的item 如果是没有key的item 它就会有key error的出现 可能有key error的出现 可能有key error的 可能有key error的 就会死了 所以有时候 有些情况 要用这个情况 就是要用这个 in dictionary 去查一下 究竟是否在这里 大家记得 大家记得 list也可以用in inlist去查一下 item是否在list里 大家要留意 这里是 说的key 而list里面是没有key的 它是说整个item 这个就是分别 access and element 我们有两个方法 可以access 一个dictionary的element 包括有key的方法 还有get的方法 首先删除了dictionary 我们看看第一种方法 用key的方法 刚才也有提及 只要我们 使用dict 然后 pass 回到key 其实它就可以access到 这里 因为我用key1的value 所以它就返回到value 即是1 没有问题 这个完全正确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要传出一个没有key Empty的key 其实它就会出一个keyerror 给我的 它不让我过去就会死了 keyerror就会死了 如果key是没有的key 就会出keyerror 所以 这就会令到我们 有兴趣用 get 因为get 不会有keyerror 当我们 get的时候 如果是正常的key1 正常有的key1 当然它一样会找到key1 如果是key2的话 也可以找到key2 但是如果 如果我们 用get 而找到 没有的key 它是不会有error的 它反而会出一个none none其实是一个none type 我们稍后会详细再说 但起码它就不会死 它不会有keyerror 但是 你不会有keyerror 只有none也没用 其实 我们还有一招 就是 我们这里的get 可以多加一个 default value default value的意思是 当我们找不到key 我们就会 用default value 回到s 这个value 比如 这里的key1 是有的 所以 default value 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你写了999 但是 它用get也能够 取得1 这个default value 有用的时候 就是 我的key 找不到的时候 像这里 如果key找不到的话 正常就会 return none 但如果你有default value 可以用这个招 其实 会有999 的default value 回到 这个 用key 传取 更加方便 虽然 一样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 就更加flexible 这个 default value的get 就更加好用 我们可以一次过把 一个dictionary的key 拿出来 也可以一次过把dictionary的 values拿出来 也可以把dictionary的items 全部拿出来 as一个tubules 这样的 嗯 那 我们首先看 那个 拿key的example 首先就是 我们definit了 dictionary dictionary 哪里有 .keys 的function 就会return 所有的key 我们把它转换成list 我会 得出一个list 而这个list当中 只会有key 不会有 这个value 我们走一走的时候 会看到 这个就是result 只会有key 不会有value的list 这个就是第1个example 就是用keys 这个funktion 取得所有的key 第2个example 就是 用value这个funktion 取得所有的value 跟上面的差不多 但是我们只取得value 所以我们最后 变成list 就会 得1 2 这两个value的list 这个就是result 这个也是很容易理解 第3个 就是 get all items get all items的意思就是 我们用了items的功能 今次 因为它是key value pairs 所以它的items是怎样表达呢 它是用tuples的形式表达 我们 转换成list 后 就会有 一个list 得出一个list List 有不同的tuples 大家记不记得 较早前 我们说过 是用dictionary的convention 是可以做convention 其实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拿回这个result 比如data 等于这个result 然后 我们可以用dictionary的call 然后我们写data 其实这个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list和dictionary是互相呼应的 我们看看 当我们想在dictionary拿key的时候 用dotkey的功能 当我们想在dictionary拿value的时候 我们用value的功能 当你想在dictionary拿items的tuples 就是用dotitem 当我们想建立一个dictionary的copy 我们很简单 因为dictionary内建了一个.copy的功能 只需要 把dictionary 叫.copy 这样就会回到 一个新的dictionary 旧的课程是不会改变的 新的课程会变成 如果我们把新的newdict的 variable出来看看result 我们会看到 和data的是一模一样的 dictionary 我们已经说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跳去set set就是 Python的第四个 主要的container 四大container 当中 set 就是最后一个 我们需要讲的 首先我们看看 如何设定一个set 要设定空的set 一定要用set 这个 这个 function 你 看到set的符号 亦是发困号 但是你不能用 空的发困号 做一个set 因为 这个空的发困号 已经被dictionary用了 你没有办法 可以设定空的set 用发困号 就没办法了 一定要用 这个 set的function 另外就是 当我们 如果知道 有哪个set的element 我们可以直接 在发困号上写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发困号 还有 它是 没有order 没有duplicate 没有order 以及 item 是不会duplicate 如果有duplicate 怎么办呢 它一样会给你过 但是 例如这个例子 3只会出现一次 我先写data 3只会出现一次 当然 你自己设定的时候 最好是不要出现这些情况 setconvention 其他的datatype 同样可以转换成一个set 我们看看 第1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 string testing 这个string 只要pass 到set的function 就可以 把string转成一个set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走一走 这里 return的 是一个farguard 好括住 而每一个element 也没有 所以它不是一个dictionary 它是一个set 你会看到 好了 t是出现了两次 但是它打散了之后才会出现一次 因为它是一个set 它的element 是不会重复的 而且它是乱了 因为它的set是不会有order的 你再execute多一次 你会发现它的order又不同了 如果再execute order又不同了 所以它的order是没关系的 这个就是把string转成一个set 现在set当中 它打散了的字母 这样 里面就是把list passed在set的功能 让它变成一个set 就会看到 发括好括住的 没有colon 就是一个set 不单 list可以做 扫习tubles 原括括住的tubles 变成一个set 出来就变成了发括好 这个例子里面是passed dictionary 大家记得,set其实是没有value的dictionary,只有key 所以在这里是passed dictionary,它会直接把value删除 直接把value删除,删除它,会看到只有key的set 因为dictionary也不会有key的重复,所以得出来的结果也不会有key的重复 主要是我们需要学会用set这个功能去做一个empty set 或者把不同类型的data转换成一个set 而set当中是不会有重复,有重复就只会用一个 我们可以用in来询查这个items是否在set里面 如果大家记得,in可以用在list里面 也可以用在dictionary 而dictionary是要注意的key 今次来到这个set,也可以用in 其实用法是一样的 我们先把element写出来,然后用in 再加上set 然后我们走一走,看到是return true 即是代表1是在内容 例如你找一个没有的element 你要查看,它会是false 这个很简单 但跟之前的做法是一样的 set可以支援很多特别的operations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set可以做intersection,unin,difference,superset,subset等 等待这些operations 我只会选择三个intersection,unin,difference 来解释 如果大家想知道,可以搜索其他的用法 我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我们只会谈这三个 首先讲一下intersection 我们有两个set 第一个set是1,2,3,2,3 你看到有一个2是重复的 如果我用and,可以做intersection intersection就是交集 我们走的时候,会发觉 2是intersection 2是intersection 所以我们可以做到 用and的符号 用and的符号就可以做到intersection 又或者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data.intersection data.intersection data.intersection 就是data.intersection data.intersection data.intersection 这两个写法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是找到2 如果转回这个写法 result一样是2 1,2,3 接下来到unin 这个例子 unin 这个例子 现在的两个set是一样的 一样是刚才1,2和2,3 unin的意思是把两个set都签在一起 结果是1,2,3 因为2是相同的 相同的就是 我当作一个就行了 1,2,3 这样搞定 unin unin又有另一个写法 就是 我们先找个variable 先找个variable 就是data.intersection data.intersection 它会回到一个新的set 我们看这个set 就是1,2,3 其实和这个写法一样 第三个就是difference 这两个set没有转换,现在是data1和data2可以用减好 下个例子就会看到 data1减出data2的减好,data1减好数就是1 这就是data1,data1.data2 应该也会出1 这个就是我们有介绍的intersection用and union用addon和difference用减好 又或者你喜欢写call function也可以用intersection,union和difference sat是比较少用的,相对于其他来说,你会用的最多是list 大部分时间我们会做counter的形式,就会用到dictionary sat是绝对非常少用的 这个就是sat 又来到第三课总结的时间 我们今天就学了python container的第二部分 也即是dictionary和sat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review 温证 next to both dictionary和sat list4大的container 究竟是怎样的 好,然后我们就主要讲dictionary的用法 dictionary我们知道如何把不同的intersection 做dictionary 最主要就是用key来accessdictionary的某一个element 也可以用get的功能配合defaultvalue 让我们知道如何把两个dictionary混合在一起 就是用update的功能 当然是可以用delete keyword去删除某个element 也可以清除所有element,就是用key 也可以一次只用dictionary的key,value,items 都有各自的功能可以使用 当然你也可以建立一个dictionary的copy 就是call一个copy的功能就可以做到 然后我们谈论set的operations set就比较简单很多 我们谈论如何把其他datatapes转为set 用作set function 也谈论其中三个set特有的operations 包括intersection,union和difference 我们用了n的符号 和minus的符号分别代表着intersection,union和difference 在使用的频率来说 list绝对是最常用的 接着应该是dictionary 接着是settuples set就是少用到你根本不懂set 也能写得到很多很多计计 可能一年里都未必用到一次set 好了第三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自己练习一下 拜拜 拜拜